陳威仁市長,吳門芬局長 吳慧你好 吳慧你好 市長,局長,你們好 那我今天特別是到公路總局 這個我們要準備預算審查 那本席呢,要代表整個原住民地區 道路交通建設 這個在偏遠地區 因為道路不通 這樣的一個苦難 來跟我們的市長跟局長 來這邊做一個民情的反應 特別是我要談 我先肯定一下 交通部、公路總局 是一個我在中央部會裡面 我最肯定 最誇獎的一個單位 因為公路總局 他們的效力非常的快 只要是災害一來 要搶通要什麼 公路總局都是第一個 把這個道路搶通的 我們原住民地區啊 根本就不用仰賴什麼 縣政府也不用找什麼鄉公所 鄉公所是開口可約 那要等他們真的太難了 所以我對公路總局 只要是公路總局所任養的 所管養的在原住民地區的道路 公路總局是第一個到現場 而且是第一個把路搶通的 那我舉個例子 過去一年 我們不管是說是那個 這個南投縣信義鄉的 這個低利橋 終於一次開工 而且是通車典禮 還有這個 那個花蓮縣 同門的 這個道路貪方 做了一個民稅道 交通部的部長 還陪本席去過兩次 陪本席去過兩次 一直到最近通車典禮 他也去了 還有宜蘭縣大同鄉的牛豆橋 等等 我覺得我對交通部部長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感激 特別是對我們公路總局 每一個同仁的辛勞 我在立法院 只要是有機會 我都會把我的心情 這個對公路總局 我們原住民鄉鎮 對公路總局的一個感恩 還有這個謝意 我都會適時的去誇獎 但是說實在啊 在立法院 我還是要把這個實情 要講出來 特別是 針對我們公路總局 你們所編列的 有一個預算 有一個預算叫做 公路興建及改善計畫 裡面 有一項 就是 中橫公路的 便道搶通的經費 中橫公路台八線 及台八甲線 上谷關到德基路段的 便道搶通計畫 去年編了六億多 在這個我們委員會 被我們民進黨的委員刪除 後來呢 這筆經費沒有編了之後 我跟習中雄委員啊 被那個我們台中縣的 和平鄉 他說怎麼你 你們國民黨的委員那麼多 怎麼連這個預算 你們都沒有辦法捍衛 我說真的很抱歉 當時我們交通委員會 沒有一個委員知道說 這樣一個政策 那我們 我也不是交通委員會的 當我知道這個預算 在被刪除了之後 送到立法院 我們院長的辦公室 黨團協商 也沒有人為了離山 離山地區的 來講一句話 我是我們台中縣和平鄉的 唯一的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大離山地區啊 他們說中橫公路封山了十多年 哦 你封山沒有關係 你不要花那麼多的錢 來前面恢復這個道路 我們要把這個錢 花在刀口上 不要浪費工廠 沒問題 但是最起碼 你便道要給我搶通嘛 便道要給我搶通嘛 民進黨的委員 在這個委員會上 把連把這個便道搶通的經費 都不讓我們邊 你要讓我們大離山地區的 包括榮民 包括原住民 那全部都自生自媚 我們還要繞這麼遠的路 走宜蘭 走荷歡山 荷歡山下雪 冬天的時候都不通的 我們要走離山地區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這個多體諒一下 我們原住民是在大離山地區的 這樣一個辛苦 一個學生為了要考試 要翻山夜頂 走宜蘭到台中 開了九個多小時 才能夠參加考試 哪一個人會知道說 我們大離山地區的一個苦痛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當這筆預算被刪除 我是無言面對江東父老 大離山地區的 每個人都在講我 他說你是國民黨的委員 為什麼連這筆預算 你都沒有辦法捍衛 而且這個是馬英九總統 在常駐行程的時候 到離山地區 親自答應我們大離山地區的子民 他說這條道路 我們變道一定會把他想辦法給他搶通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在座的 我們黨籍的委員 能夠知道說這條路啊 明年度是編了3.5億的預算 我拜託 這筆預算一定要給他搶通嘛 一定要給他通過 要不然的話我明年 我怎麼對我們離山地區的 這個這些我們鄉親交代 因為他們只有看 看本席啊 怎麼樣子 今年度算了 今年度是交通部長 行政院的主計長 拿他的私房錢 來把這條路還是繼續的搶通 明年度這筆預算 拜託 這是我們國民黨的政策 馬總統的政策 我拜託啊 這筆預算再怎麼樣 即使有民進黨的委員 要刪除 我拜託 我們這筆預算 多可憐可憐一下 我們離山地區的 這些鄉親好不好 3.5億 我們也不是要幾十億的預算 只是把這個路搶通而已啊 一個搶通而已 讓我們有這條路可以通 然後不是只有走荷寬山 走宜蘭 這條道路 本席在立法院 曾經召開過兩次公聽會 他們現在只有一天通三班 早上七點中午十二點 下午五點 但是我是跟他們講 下雨天的話 公路總局 你不能開放 免得會有危險 因為上面很多 有隨時可能會貪方的 所以我是講說 你這筆預算 基於一個人道主義的立場 基於一個怎麼樣保護 偏遠地區 我們這些同胞 他的一個行的交通的權利 沒有理由啊 沒有理由說把這個刪 為了一個環保 環保這樣的一個理由 說把這筆預算 全部全面全速刪除 真的是沒有理由 所以本席來這裡 我知道等一下就要開始進行 預算審查 所以我拜託 拜託我們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我是在內政委員會 我就在隔壁 我是希望拜託 這筆預算無論如何 多可憐一下 我們離山地區的鄉親 3.5億 讓他們有這樣的一個 行的一個權利 是不是我們次長 這個部分還有局長 你是不是可以幫個忙好不好 所以我們也拜託 所有的委員能夠支持 我們這個預算 當然等一下是有預算審查啦 等一下會有預算審查 所以我拜託我們 招委 還有我們幾位委員 都能夠支持這筆預算 那局長 您看法怎麼樣 是 謝謝委員 對公路局的很多的這個 期勉 那確實這個案子 在去年被刪的時候 我們確實覺得很遺憾 所以我們整個計劃 其實是到今年就高個段 但是在次長 還有部長的這個指示底下 我們特別再去爭取 讓它延長一年 所以明年的3.5億 編出來了 那在這裡真的是 跟委員一樣的心情 懇請我們委員會的所有的委員 來支持這個案子 好 真的我在這裡 真的是懇請我們交通委員會 拜託一下 那個是不是 這筆預算 那個拜託啦 那個就離山地區的 那個蔡委員跟那個 那個我們的林明正委員 還有我們的招委 這個是不是拜託一下 因為我去年被這個預算 真的是被相機罵死了 而且他說馬總統的政見都跳票 對不對 再怎麼樣 我們台中縣的立委 南投縣的立委 應該 應該是要支持這筆算 怎麼會讓 南部的民進黨的 台南縣的立委來刪呢 對不對 再怎麼樣 好 大家如果不行 我們拿到宴會表決嘛 拿到宴會表決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說 連這一讀 這一讀都被刪除了 院長辦公室那邊通過了 沒有沒有人為這個 離山地區的子民 講任何一句話 好 所以 所以我是 我是為了 這一點意見 我拜託拜託我們蔡委員 還有我們的 林明正委員 我們的主席 趙委員多幫忙一下 等一下我會過來 我就在隔壁 好 謝謝 好 謝謝